我承照相机的样子 按下快门 假设存档 有助于记忆 三点自言自语 将容易忘记的是大声念出来 四点列一张清单 将可能忘记的事情列在纸上 特别是小事 五点将要记忆的东西分门别类 较不容易忘记 六点以编故事的方式将要记忆的事情串联起来 七点把名字与连孔一起联想 有助于记忆人名 八点寻找事物中的标记物 例如将当时社会上的大事与个人经验结合 九点重点提示以帮助记忆 十点阅读阅读不断的阅读 十一点不时的给课验自己 十二点保持平心静气 十三点小心药物激烈酒 可能导致均旺 恐惧症 一点逆转负面的想法 二点勇敢的面对恐惧 可以消灭恐惧 三点转移注意力 也许以阅读朗诵深呼吸的方式来减少恐怖的想法 四点测量自己的恐惧度 加以记录以了解原因 五点鼓励自己经由客服恐惧来获取成就感 六点避免咖啡因的食物 如咖啡茶可乐及巧克力 七点以活动方式消耗因恐惧而引发的肾上腺素 忧郁症 一点面对忧郁要处置太然 因为悲伤是必经的常态 二点找些事情做 转移注意力 例如散步下骑骑脚踏车跃读等 三点从记忆中寻找快乐 四点找朋友请速 加以发泄 五点大哭一唱 尽情的流泪 六点冷静的分析情况 七点凡事只求尽力 结果的呈现并非自己可以决定 八点运动 八点运动有助于克服忧郁症 如果平日就有运动的习惯 不方式的耗尽全身力气 九点涂鸦 八点运动 三点以写字或话 话来抒发感受 十点直接的问清楚怀疑的事情 十一点找些很发威的事情 坐以分散注意力 十二点放松自己 慢下脚步 十三点忧郁时 避免做重大决定 以免决策错误时 忧郁更严重 十四点即使情绪低落 还是要尊重他人 不可迁怒他人 十五点远离百货公司 避免不理性的购物 十六点关紧冰箱 避免已吃东西抗忧郁的冲动 十七点营养能控制情绪 维他命币群可以帮助抗忧郁 情绪焦虑 一点改变你的态度 以正面的角度看待事物 危机也可能是转机 二点保持乐观 缺乏信心实 不方以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美好前景 鼓励自己 三点想象自己在一个舒适 逾越的环境中 有助于消除焦虑 四点反复的告诉自己 一切都没有问题我可以应付的来 五点暂时放松数秒 拒绝受焦虑摆布 六点向窗外眺望 将视线转向远方 避开低潮的气氛 七点深呼吸 八点放生大汗 九点伸展肌肉 有助于缓和焦虑 十点按摩肌肉 以缓和肾上腺素的分泌 十一点按摩 太阳血可疏解疼痛及松弛 进步的肌肉 十二点左右移动下额 可松弛脸部肌肉 十三点上下转动双肩 配合深呼吸 以放松紧绷的肌肉 十四点洗热水澡 十五点运动可 消耗一些紧张的化学物质 虽然使肌肉疲劳 也放松肌肉 十六点听音乐 可放松肌肉 也是放心灵 运车运船及运机 一点转移注意力 不要一直觉得会运车运船或运机 二点避免臭味 特别是引擎 气油味烟味与腥味 三点禁止吸烟 不管是不是吸烟者 都应远离香烟 四点避免饮食过量 五点保持空气清新 六点避免饮酒过度 七点睡眠充足 八点尽量固定头部 九点坐在前坐 十点雾带颠簸的车上或船上阅读 十一点到通风的地方透气 例如甲板 十二点注视固定物体 有助平衡感觉系统 十三点服用运机药 十四点食用姜粉胶囊 十五点吃点橄榄或柠檬 十六点吃苏打饼前帮助吸引味液 十七点喝些可乐或其他泛酸饮料 兴奴 2. 血液循环与内分泌疾病 高血压 1. 控制体重 2. 减少用盐 3. 减少喝酒 喝酒和高血压的关系极为密切 4. 维持甲和纳的平衡 比例约为3 1. 5. 补充钙质 6. 避免锻炼肌肉的运动 1. 以免血压突然窜高 7. 进行有氧运动 8. 考虑吃素 9. 经常量血压 10. 保持心情愉快 11. 少说话 12. 也注意配偶的血压 研究显示夫妻 双方的血压将互相影响 13. 与宠物玩耍可降低血压 低血压 1. 做紧压运动 3. 起床或站立前 以紧压伸缩的方式握手 3. 可提高血压 比至忽然的血压下降 2. 行算可提高血压 4. 更复杂的心算效果愈好 4. 少量多攀 4. 垫高床头 及调整睡眠方式 4. 使床头高于床尾 并在起床时慢慢坐起 5. 静脉曲张 1. 抬腿 2. 穿弹性裤 帮助血液进入 较大且较深处的静脉 3. 垫高床尾 有助于睡眠 使得血液回流 4. 误穿高跟鞋 5. 保持理想体重 可减少静脉曲张的机会 6. 避免紧身衣物 以免使血液聚集在腿部 7. 小心使用避孕药 某些避孕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 8. 避免抽烟 9. 多饭部 10. 请教医生 10. 瘀血 1. 冰敷 10. 每次15分钟 10. 两次之间物用热敷 10. 受伤 12. 十四小时之后使用热敷 10. 把脚踩高靠墙 10. 每日摄取维他命 10. 注意某些药物 10. 例如阿斯匹林 10. 抗宁血症消炎药 10. 兴奋剂或气喘药 10. 六点 10. 不可去酒 10. 脂肪过量 11. 减少脂肪摄取量 11. 二点 11. 摄取淀粉食物 11. 三点 11. 远离甜食 11. 四点 11. 减肥 11. 五点 11. 运动 11. 六点 11. 避免酒精 11. 七点 7. 摄取鱼油 11. 糖尿病 11. 摄取碳水化合物 11. 应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的热量来的碳水化合物 12. 摄取质量蛋白质 11. 应干总热量的百分之十二百分之二十以上 11. 三点 11. 减少脂肪摄取量 11. 四点 11. 多吃纤维食物 11. 五点 11. 减少胆固醇量 11. 六点 11. 使用带糖 11. 七点 11. 谨慎食用果糖 11. 八点 12. 低放甜味 12. 集中的热量 12. 九点 12. 少量多摊 12. 十点 12. 限制酒精用量 12. 每周不喝超过 60. 非点 非点的热酒 11. 降酒精式为脂肪 12. 减重 13. 定期运动 14. 快速步行 15. 误从事 取重或需要 用力推拉的运动 16. 照顾牙齿 为护口腔清洁 定期检查牙齿 使用牙线 17. 配带有 可适当的假牙 18. 减轻生活压力 19. 放松身体 20. 定期咽血 21. 使用 成药硬 请教医生 22. 血糖过低 或太高 都要请教医生 23. 受伤时 必须送医治疗 24. 呕吐 或腹痛尿液寒 大量糖分及饼铜 血糖浓度超过 200毫克体温 为38度或更高时 请立即就医 25. 注意足部的情况 由于糖尿病 会减低疼痛的感觉 所以可能为 察觉足部已受伤 而导致严重的后果 甚至遭到截肢的命运 26. 定期检查足部 保持前进清爽 将指甲修短 进宿治疗香港脚等疾病 冷天保暖 穿着舒适的鞋子 一定 要穿袜子 27. 制度 补充胭碱酸基 纯花青酸维他 命 C. 新鎂维他命 B. 维他命 B. 胰蒜头 即是酸菌等营养品 痛风 1. 发病止应 提高患部关节 让患部休息 2. 使用聚消 延性的止痛药 例如 3. 避免阿斯体灵活 A. 等药物 4. 冰敷患处 5. 避免含飘零 的食物 以避免醋成高粱尿酸 此类食物如 鱼内脏肉汁 沙丁鱼一倍 鲁笋前豆 扁豆 白花椰菜菇类 腌麦片虾背类 菠菜全麦面包 酵母菌 肉鸡鸭等 6. 补充大量水分 可帮助尿酸排出体外 也可避免痛风引起的肾结石 7. 喝药草茶 专家推荐腰巴器 Sasparilla 石头 Yarrow 玫瑰石鸥薄荷 Peppermint 等药草 8. 喝酒 9. 控制血压 10. 不宜一件 肥胖方式控制体重 以免因进食造成细胞分解 将尿酸制出 11. 服用 为用命要请教医师 过量的烟草酸 即维他命 可能引起痛风发作 12. 保护关节 不要绊倒脚趾 同时误穿过紧的鞋子 13. 多吃樱桃 可以疏解痛风 14. 以木炭粉和亚麻人酥 在疼痛的关节 将脚泡在木炭 粉和水调和的 热水中或是 1天服用440.5至1茶 时的活性木炭 有助于降低 血液中的尿酸粮 渗叠石 1. 摄取大量液体 1天最好能排 出约1.14公升的尿液 2. 控制钙的摄取粮 避免摄入过多的钙质 但并非禁止 3. 胃药常含有高粮的钙 若罹患钙结石 则服用胃药 时应选择含钙粮较少的品牌 4. 吃过多复含草酸盐的食物 包括豆类甜菜 芹菜 巧克力 葡萄青椒香菜 菠菜草莓及茶 5. 服用莓及维他命B6 可减少百分之九十的复发率 6. 吃素含维他命A的食物 可维持尿道内摸健康 也有助于避免结石复发 这类食物包括 胡萝卜绿花椰菜 羊香瓜南瓜牛肝 蛋糕剂量的维他命A有毒 服用前最好请教医生 7. 保持活力 以免钙质审计在血液中 8. 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量 包括肉类前烙鱼和鸡 9. 减少盐分的摄取 少吃各种高盐分的食物 10. 限制维他命费的用量 特别是草酸 钙的结石患者 11. 物浮用过多维他命 第12点 若曾为患者 之后又感到 任何强烈疼痛 或尿液带血 请尽速就医 13. 患者应 了解本身结石的类型 胆固醇过高 1. 注意体重 2. 减少脂肪摄取量 3. 改用橄榄油 4. 不必禁绝吃蛋黄 但一周最好 不要超过三个 5. 摄取豆类 例如菜豆、贬豆、黄帝豆、大豆、黑眼豆、斑豆等 可有效降低胆固醇 6. 吃水果 可降低胆固醇 7. 摄取燕麦 可有效降低胆固醇 8. 摄取玉米糠 9. 吃胡萝卜 10. 运动可减少动脉脂肪的堆积 10. 也能提升三餐饭后消除血中脂肪的能力 11. 适量的摄取瘦牛肉 可能有益于心脏 12. 喝脱脂牛奶 其中的非脂肪 只能以肝内制造胆固醇 13. 服用蒜头汁 可使胆固醇下降 14. 服用羊车钳子 13. 可降低血胆固醇 15. 减少咖啡摄取量 16. 勿抽烟 17. 放松心情 18. 烟碱酸 维他命 虽维他命 一脊钙可以降低胆固醇含量 19. 茶的柔酸 有助于控制胆固醇 20. 柠檬 草油螺旋岛 大麦米糠及活性炭 可以降低胆固醇 辛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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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 心靈疾病自我治疗.3.呼吸系统疾病 感冒 1.服用维他命 C.可缩短感冒期 病患和咳嗽打喷嚏等症状 2.射取心 可缩短感冒期间 同时大幅减轻喉咙痛等症状 3.保持乐观的心情 可促进免疫系统的活力 4.多休息 保留复原的体力 也可避免一些并发症 减慢每天的活动 避免过度劳累 5.避免三家聚会 以免过度消耗体力 6.注意保暖 7.散步或快走 以改善血液循环 帮助免疫系统循环抗体 8.饮食清淡 少吃脂肪肉类及卤品 多吃新鲜蔬果 以减轻身体的压力 9.喝热鸡汤 有助于鼻腔 粘液的流动 可加强体内排除病菌 10.多喝水 补免感冒时 所流失的重要体验 帮助排出有害杂质 11.勿抽烟 抽烟会干扰抗 感染的鲜毛活动 因此感冒时不要抽烟 12.以盐水漱口 可输解不适 13.浅挫热泼的酒 查理 或半杯涂泡酒 有助于打通 鼻色并帮助入睡 14.洗热水澡 15.以棉花 在鼻子周围 涂歇凡士林 以润滑过度性 鼻的疼痛感 16.服用感冒药 如阿斯体灵 17.弱发烧 38.3度 非以上或小孩发烧 应尽速就医 18.任何 剧痛都应就证 如 耳痛点淘陷重 鼻痘痛肺痛或胸痛 19.吞 经验极度困难或食欲 不振时应就医 20.气喘或呼吸短促时应就证 流行性感冒 1.带在家 2.多休息 3.多摄取液体 4.使用止痛药 5.小孩物 5.服用阿斯体灵 6.注意其他成药 7.用盐水漱口 8.服用口含定 9.增加空气湿度 10.湿度润滑鼻子 11.热敷肌肉 1.减低不适 12.呼吸新鲜空气 13.搓搓背 2.可活化免疫系统 14.吃清淡的食物 15.发烧 15.头痛全身酸痛 16.咳嗽及疲倦是流行性感冒 16.较易有得症状 16.流鼻水喉咙痛 16.则是感冒叫容易有得症状 16.支气管炎 17.一点戒烟 18.除了自己不抽烟 18.也去吸二手烟 18.二点多喝水 18.帮助化痰 18.吸入食物 18.如洗热 18.如洗热水澡吸收蒸汽 18.避免过度依赖痰剂 18.尽量忍住咳嗽 18.请教医生使用痰剂 18.气喘病 18.戒烟 18.除了自己不抽烟 18.也去吸二手烟 18.特别是家中有小孩气喘 18.更多喝水 18.正应禁绝吸烟 18.睡觉前避免吃得太饱 18.以免胃液逆流导致气喘 18.可以将床头及枕头垫高 18.或是肚服用致酸剂 18.避免冷空气 18.使用口罩或围巾保暖 18.留心空调的设定 18.小心瘾的设定 18.避免容易淫气气喘的食物 18.远离厨房 18.小心用盐 19.避免食品添加剂 19.特别是亚硫酸盐及胃精 19.使用止痛 19.既要选择不寒 19.阿斯匹林的 19.正确的使用吸露剂 19.弱气喘快发作又没有吸露剂时 19.喝几杯浓咖啡有缓解作用 13.每天服用50毫克的维他命B6 19.激烈运动时应闭上嘴巴 19.用鼻子呼吸 19.经常游泳 19.运动前后都要暖身或加以缓和 19.随身携带药物 19.新口 19.4.消化系统疾病 19.打嗝 19.1点前吃1池塘 19.2点弯身瞌睡 19.憋气或吐气 19.吃饭时不说话可避免打嗝 19.憋气喝水 19.用力拉舌头 19.以棉花棒刺激上恶硬部和软部的交接处 19.解决病吞咽前面包 19.双手抱吸压胸 19.憋气 19.用水瘦喉咙喉咙 19.用水瘦喉咙 19.吸水瘦碎冰块 19.冰敷横割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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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喝可口可乐糖浆 19.有助于安定胃部 19.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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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浅食 19.饸罗 19.较为 19.饭 19.食sung 19.饭 20.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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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湯 21.饭 20.饭 22.飓 20.ру 23.湯 21.鸭 21.有佑 22. 糖加盐的流质 三点注意尿液颜色 过身表示水分补充不足 四点少喝冷饮 室温或微热的饮料较佳 五点避免饮用气泡饮料 六点食用糖浆 如可乐 七点食物粒球清淡 脏气 一点减少乳糖摄取粮 二点避免可能产生气体的食物 如豆类甘蓝菜绿花椰菜 甘蓝菜牙洋葱 花菜全麦面粉白萝卜香蕉 三点纤维摄取硬适度渐进 以免因快速增加纤维而引起的排气不良 四点请教医生使用成药缓和脏器 乳糖不耐症 一点进行测试 调整乳糖摄取粮 找出适合自己的食用粮 二点补充钙制 以免因因乳糖不耐症少喝牛奶而导致钙质不足 三点喝牛奶 适配以其他食物 四点从每天的饮用量中一点一点增加 训练自己的可耐性 五点食用油热乳 最好是味精二次低温砂军血脱脂的油热乳 在食用乳制品前吃一点 可减轻乳糖不耐症的症状 六点吃乳烙或起丝 特别是较完全的硬乳酪 七点紧防填充剂 硬乳糖是许多药物及营养补充品的填充剂 肠胃溃疡 一点避免刺激性食物 二点避免饮用牛奶 三点使用脂酸即疏解症状 四点物食用过量的止痛剂 五点戒烟 六点发泄情绪 七点少量多攀 八点物服用且质补充物 以免引起严重反胃 胃灼热 一点节制饮食 除了分量不可太多 也要细嚼慢烟 二点保持直立状态 如必须躺下 请将头部垫高 三点服用制酸剂 四点不要喝牛奶或薄荷 以免刺激胃酸分泌或反流 五点减少饮用咖啡 六点停止食用巧克力 六点停止食用巧克力 七点停止吸烟 也去吸二手烟 八点避免饮用含气泡的饮料 九点物质油腻食品 如脂肪含量较高的肉类及卤品 以免刺激胃酸 十点避免腰部堆积过多脂肪 十一点放松腰带 十二点注意某些可能加重胃灼热的腰物 十三点注意辛辣食物 十四点少吃柳橙、柠檬等酸性水果 十五点睡前二小时避免饮食 十六点消除生活压力 食物中毒 一点补充液体 尤其是开水或其他透明的液体 二点补充因上吐下泻索流失的电解质 如甲纳及普泡糖 三点避免致酸剂 四点先别止泻 让体内毒素排出之后再向医生咨询 五点无需催吐 六点饮食药清淡 先食用容易消化的食物 避免容易刺激胃的食品 便逼 一点摄取足够的水分 二点摄取大量纤维质 三点养成运动的习惯 以促进食物通过肠子 四点每日步行二十分钟以上 五点每摊饭后固定如厕十分钟 有助于养成排便习惯 六点放松心情 七点尽情的开怀大笑 八点避免使用通便剂 以免造成依赖 九点慎用药品及补充品 特别是加盖 破缕的痴酸 即抗阻止胺 镇定剂 三环兴奋剂等 十点注意某些食品 如胺胃结肠精卵 则避免易导致排气的食物 如豆类白花椰菜甘蓝菜等食物 十一点降低食量 十二点物用力过度 下粒 一点饮用牛奶可能造成下粒 避免含有卤糖的食物 二点做卤糖耐受性测试 三点小心使用药品 以免带来下粒的副作用 四点饮食药清淡 五点补充水分 六点避免豆类甘蓝菜面包 面条苹果梨子 梨子玉米燕麦 马铃薯及乳制品等食物 七点避免饮用碳酸饮料 八点远离厨房 避免传染 九点如果可以 让饮发下粒的物质自然的排出体外 水苦不服的腹泻 一点多喝水 二点不充电解质 三点检查尿液颜色 若过身则表示水分不足 四点避免乳制品及固体食物 五点使用止泻剂 六点使用以天然纤维为主成分的通便剂 可有效减少炉克次数 七点请教医生服用抗生素或鸭腺酸 八点旅行时避免为煮熟的蔬菜肉类海鲜及不叠的饮料 九点确保餐具清洁 十点降水煮沫 三至五分钟后再饮用 十一点多喝克 饿柳橙汁等酸性饮料 有助于抵制大肠肝菌的数量 十二点旅行前饮用忧烙乳或吃忧格 防止细菌入侵 痴疮 一点多涉水分及纤维 二点润滑肛门 如以凡事临图肛门内半处 三点清洁肛门时 应以不含刺激性及化学成分的卫生纸 轻轻擦拭 四点切记以手抓痒 以免损害静脉滚地 五点避免体重物 六点屈膝坐在温水中 以促进患部的血液循环 帮助收缩静脉 七点避免使用色剂 八点保持适当体重 减轻下肢担负 九点控制盐分摄取 十点咖啡辛辣 食物啤酒及可乐不宜过量 十一点孕妇 发生症疮的几率极高 最好每次滞溜 小时用左身侧躺二十分钟左右 以减轻下半身 重量却滚的压力 十二点降肛门内 摸向外突出 勿以手推回肛门内 避免演变成血块 兴套兴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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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号星号星号 5. 复科与泌尿系统疾病 金钱症候群 1. 保持乐观自信 2. 少量多摊 同时采用低糖饮食 3. 避免甜食 4. 减少卤品 5. 避免乳糖阻碍,体内吸收酶 因为酶可帮助调节动情激素的浓度 同时促进分泌 5. 避免动物脂肪 以多元不饱和脂肪取代动物性脂肪六点限制炎的用量 最好采取低纳饮食 以防止水分,滞留在体内 7. 增加纤维,质得摄取粮 多吃蔬菜豆类,全麦,荞麦以及大麦 8. 避免咖啡因 9. 节制食用咖啡、茶巧克力等 含咖啡因食物的用量 9. 节制饮酒 9. 酒精将加重情绪低潮 也会使头痛及疲倦更加严重或引发吃甜食的冲动 10. 避免以利尿剂来疏解腹脏 10. 避免使矿物质流失过多 11. 适度,运动有助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并排出水分 也能促进大脑,制造脑内飞 有助全身舒畅 12. 缓和环境气氛 如柔和的色调或宜人的音乐 13. 深呼吸 14. 泡矿物枣 在温水中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纳 有助放松全身肌肉 15. 做爱 性高潮可疏解,肌肉痛及血液循环不顺 同时可刺激,有助于清除充血器官内的血液及其他企业 需知精气神智,人身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 16. 适度,安排工作进度及目标 务使自己负担过大 17. 与他人分担倾诉 18. 适度的服用维他命B6 可疏解情绪,有助排出水分,乳房胀痛疲劳及想吃甜食的欲望 为需经医施指示 19. 维他命A及D可改善皮肤健康 19. 有助于抑制,经前的粉刺及皮肤油脂过剩 20. 服用维他命B6可减轻情绪紧张 19. 并可防止月经前夕的过敏症 21. 维他命E可缓和乳房疼痛焦虑、沮丧等症状 22. 与他命E可预防,经前的症状疼痛 22. 每病能控制,对食物的渴望,同时稳定情绪 22. 每同时可帮助盖制的吸收 23. 控制吃,甜食的欲望 22. 经痛 22. 饮食均衡 22. 服用维他命 23. 补充矿物质 23. 如钙甲及煤等矿物质 23. 可帮助输解精痛 23. 避免咖啡因 23. 因此咖啡、茶克、乐巧克力等食物最好少吃 23. 饮食均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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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矿物质连同水分排出体外 28. 保持温暖可加速血液循环 23. 同时松弃肌肉 24. 饮食均补 23. 饮食均补 23. 饮食均补 23. 饮食均补 27. 饮食均补 24. 饮食均补 27. 饮食均补 24. 饮食均补 24. 饮食均补 27. 饮食均补 25. 饮食均补 26. 饮食均补 27. 饮食均补 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钠 泡二十分钟 有助松弛肌肉并缓和筋痛 十一点从事走路或其他适度运动 可减少经济疼痛 十二点练习瑜伽操 如弯膝跪下坐在脚跟上 前额触臂 双臂伸直 保持这个姿势 直至不舒服为止 十三点做爱 性交的高潮可输解精通 将血液及其他体液带离子宫 须知精气神智 人参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 十四点服用止痛药 最好喝牛奶或其他食物一起吃 才不会害伤胃 停经 一点 一点调示生活态度 充实自我 寻找朋友或家人的支持 二点每天运动 走路慢跑骑车 跳绳 跳舞或游泳等 都适适和停经 父女的运动要小心避开 四点穿着多层衣服 以便于在皮肤发热时可脱下 带症状消失后再穿回 五点穿透气 凉爽的衣服 六点少量多摊 一粒身体调节体温 七点多补充水分 八点减少咖啡因的摄取 以免刺激和耳蒙 又发皮肤发热 九点限制酒精摄取粮 十点避免热气及高温 十一点持续性生活 如果有困难 应与伴侣沟通 一起解决 或使用辅助工具 另外 练习 Cadule 操 可帮助做爱 值得愉悦感 并防止尿失禁的发生 嗨喜 一点可姊妹或朋友分享经验 二点经常补充丹糖 柳橙枝及胡桃枝是极佳的丹糖来源 三点避免油炸食物 四点多吃生的杏仁果 五点睡前吃点东西 可避免倒伤起床时血汤过低 同时避免胃灼热 六点喝清澈的液体 如肉汤开水果汁及某些草药茶 七点满足自己的胃口 想吃石膜 就吃石膜 只要不是垃圾食物即可 八点保持心平气和 九点弱体重减轻 无论减轻多少 都应该看医生 十点感到虚拖 没有尿液或连续四至六小时 完全无法进食时 请马上就医 尿失禁 一点相识记录 每天的饮食及大小变清醒 以立医生追踪原因 二点克制水分摄取 尤其是睡前 三点避免酒精 四点避免咖啡因 咖啡因也是一种利尿剂 五点少喝葡萄幼稚 六点保持排便通畅 七点戒烟 八点减肥 九点排尿时 尽量排光榜光的尿液 然后站起来再坐下 微向前请 再排一次 十点误憋尿 一有尿液 应马上去排尿 最好在饭前 饭后及睡前 将尿液排尽 十一点训练排尿习惯 先在短时间内固定去排尿 再慢慢延长 可有效改善尿失禁的问题 十二点睡的地方离厕所不要太远 方便排尿 十三点再打 喷嚏可走提中午或弹跳时 应是紧缩或约肌 以免尿液外漏 十四点有尿失禁的前兆 放松心情在缓步 走向厕所排点 十五点使用 成人纸尿库 尿床 一点不因小孩尿床而予以得骂 二点在卧室内安排备用品 让小孩在尿床后可自行更衣或换床单 以免尴尬 三点以耐心与关心面对小孩尿床的情形 绑光感染 一点多喝水 以增加排尿 可预防甚至治疗感染的状况 二点洗热水域 可减轻疼痛 三点服用阿斯、脾磷等消炎药 能减轻发炎 引起的灼热感 四点服用微差病 非可以酸化尿液 干扰细菌生长 五点排便后 由前向后擦拭肛门 可预防感染复发 六点性胶前上厕所 以免细胞介由性胶被带入绑光 七点考虑是否使用子宫泡避孕器 因子宫泡避孕器 容易引起复发性绑光感染 若有感染情形 应考虑该以其他方法避孕 八点尽量使用卫生棉取代卫生棉条 九点注重个人卫生 穿着棉质内衣裤 较容易保持甜爽洁净 但物清洁过度 十点绑光感染 患者一旦出现血 尿下半部位 及腰窝疼痛 发烧心或呕吐时 就应该要看医生 扬味 一点给予较多的时间 年纪欲大 产生勃起的刺激时间可能预防 射精与下次勃起的时间 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延长 二点某些药物可能引起扬味 因此若怀疑现在服用的 要似乎造成阳尾的情形 应该跟医生讨论 三点克制酒精摄取量 四点注意饮食 因为阴精是一种血管器官 所以若摄取太多胆固醇 及饱和脂肪 可能只阴精窄化 造成阳尾 五点戒烟 可避免因血管收缩造成勃起 组织的情滑稽松弛 因而阻碍勃起反应 六点锻炼体型 对自己的身材予满意 予容易进入状况 达到勃起 七点雾运动过量 八点等待疼痛消除 疼痛时身体会抑制各种性刺激 因此疼痛消除可改善勃起困难的情况 九点 九点避免全身性的兴奋剂 放松心情财势性行为中逾越的催化剂 十点降注意力 集中在与伴侣感官上的亲密关系 不必一味担心是否薄气 十一点与伴侣开诚布公的沟通 试着找出问题的争结 兴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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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号星号 点六点眼耳鼻喉咳疾病 黑眼圈 一点冰敷壳,收缩血管帮助消重 一点少引起黑眼圈的内出血 二点避免阿斯体磷 因其胃抗凝血迹 使血液不易凝结 会使造成黑眼圈的出血不易停止 三点悟性鼻涕 以免因压迫与眼眶相邻的鼻痘 而使空气注入眼皮下 不但造成肿大 也会增加感染机会 眼睛疲劳 一点注意光线 太暗的灯光时眼睛容易疲劳 使用能提供明暗对比的柔和灯光较佳 二点每二至三个小时连续使用电脑 硬将眼睛移开 电脑10至15分钟 让眼睛休息 三点减弱荧幕的光线 让荧幕的亮度降低 可避免疲劳 四点将电脑套套上全黑的后纸板 使荧幕光线可以降到很低 五点闭眼休息 是消除眼睛疲劳的好方法 六点将毛巾进入茶 用来敷衍10至15分钟 可消除眼睛疲劳 七点将双手摩擦生热 再盖住眼睛 勿压或双眼 深缓得呼吸 有助于消除眼睛疲劳 八点眨眼三百下 有助于清洁眼睛同时达到按摩效果 五点眼部血丝 一点睡眠充足 有助于滋润眼睛 减少眼睛的血丝 二点清洁眼睛 以免阴残屑 油脂细菌化妆 平等沉屑导致眼睛发炎 不满血丝 三点使用人工泪液 减少前色 四点以冷毛巾 减少眼部 可收缩血管 滋润眼睛 夜盲症 一点如果坐在黑暗中五分钟还看不到的话 可能就是患了夜盲症 二点维发命 影响人的夜间视觉能力 若有夜盲症 若有夜盲症 服用大量维发命 A可在数小时获得改善 但服用大量维发命 A需经医师同意 三点 三点增加夜间 开车的可见度 保持前灯前进 在光线不足时 避免戴太阳眼镜 避免戴太阳眼镜 有助于增加可见度 四点夜盲折应 避免夜间开车 五点 事先计划路线 选择交通流量 选择交通流量 较小的道路 可减少夜间开车的麻烦 若天况不佳 最好不要开车 结膜炎 一点以温毛巾敷衍 二点保持前进 以免球沾清水 它是分泌物 可加速复原 三点可以将婴儿洗发精 与温水以衣 彼时制成溶液 用棉球沾吃它是眉毛 可软化清洁 眼瞼与睫毛 四点物与任何人共用毛巾手帕 以免互相传染 五点游泳池请戴永静 六点如果你的眼睛仰得像是 是被蚊子咬 眼内也有沉丝的浓 那可能是过敏性结膜炎 最好以抗阻治安的成药 并加以冷敷 七点细菌引起的结膜炎在眼睛 地上时情况会加剧 因此晚上睡觉时最好点些抗生素软膏 以防止分泌物过多 耳垢 一点物将任何东西插入耳朵 以免刺破耳膜 即使是棉花棒或手指都不好 二点滴一两滴 双氧水矿物油或干油等居家常备药 将耳垢软化 让多余的液体流出 重复两三天后 耳垢软化便可开始充气 三点滴几滴酒精也有助于蒸发耳内的水分 四点清洁耳朵不可太长 一个月一次就够了 否则会将耳朵的保护层充掉 五点耳朵若有阻塞或听力丧尸的问题 硬立即就医 若未及时治疗耳朵感染 可能造成永久性失痛 耳痛 一点坐立姿态有助于消肿 促使耳验滚开始低流 吞咽也能输解疼痛 睡觉时最好稍微变高头部 以力低流 二点保持温暖 可以减轻疼痛 因此可将吹风积至于距离五至十公分处 让暖气送入耳朵 三点想知道是否得了中耳炎 可以抓着耳朵摇动一会儿 若未觉疼痛 则问题应该是在中耳 反之则感染可能发生在外耳道 四点降婴儿由至于一锅温度与体温相同的水中 在婴儿温度也达到体温时 滴一到二滴到耳内 可减缓疼痛 唯必须注意 如果你怀疑耳骨膜破裂或穿孔 千万不要逼任何液体到耳内 五点 咀嚼口香糖 让肌肉活动 有利于打通耳咽滚 六点 吸一大口气 捏住鼻子 然后将空气挤入鼻腔内 当你听到啪的一声 耳内与耳外的压力就会平衡了 七点飞机降落 期间不要睡觉 因为入睡时 无法向清醒 纳磨肠吞咽 耳朵无法跟上 气压的变化可能使耳朵不舒服 八点在飞机着陆前一小时 或睡前使用去 充血剂或鼻腔滴液 可预防半夜耳朵痛 九点 保持耳朵内外压力平衡 潜水游泳时 避免使用超 紧得耳栽或头套过 紧得潜水衣 以免在下降时阻碍压力的平衡 十点避开疼痛的来源 如搭飞机或潜水 十一点适适 止痛药可暂时疏解疼痛 耳朵感染 一点服用止痛药 可帮助耳朵感染患者进入梦乡 但若年龄低于二十一岁 则不宜服用阿斯体灵 以免罹患雷势症候群 这是一种威胁性命的神经疾病 二点保持头部直立 耳验管就可以自然滴流 三点喝水的吞咽动作有助于打通耳验管 耳验管打通就可以解除疼痛 四点耳朵容易感染的明 可在睡前使用去充血剂 帮助耳内潜躁 使患者入眠 五点喝母奶的婴儿叫不容易发生耳朵的毛病 六点戒烟 烟所含的刺激 勿将促使耳朵的毛病变成感染 导致耳验管阻塞 二手烟亦燃 七点容易罹患耳炎的小孩 父母应选择较小型的托耳所 可减少罹患机会 八点三岁以后的小孩就脱离耳烟的困扰 比较不容易被感染了 中耳烟 一点弄尸耳朵 硬将外耳向上机向外拉 使耳道伸直 再以吹风机向耳内吹三十秒 可消除细菌及霉菌库式的湿热环境 二点戴耳朵发氧时低耳药水 使其具有抗菌功效 可避免感染 三点洗头发洗澡或游泳池 记得待耳栽可保持前噪 避免感染 四点患中耳炎时若想游泳 硬将头露出水面 减少水进入耳内的机会 五点使用止痛剂暂时止痛 但仍硬就医 六点热肤可疏解耳痛 七点悟清除耳垢 适度的耳垢可防潮并提供良性菌的七深处 八点保持耳道的前噪 可以棉花磅沾繁士林 轻轻的栽入耳朵入口处 有助吸收耳朵内的水分 十耳道前噪 九点使用消毒、酒精、白醋、婴儿油或羊毛汁等家庭配方 在每次弄湿耳朵后充当前噪剂 十点肾犬游泳肠所 才不会感染细菌 倒酣 一点结实 大多数的倒酣者都是体重过重的中年人 减肥可停止倒酣 二点睡前喝酒会使倒酣更严重 三点避免镇定剂 因为任何指头镜附近组织放松的物品都会使打酣更大声 四点抽烟的人较容易有打酣的问题 五点测睡觉不易引起打酣 六点垫高床头 六点垫高床头 不只是头部 而是整个上半身 七点控制过敏症 打喷嚏和打酣经常相邪而来 可使用鼻腔去冲血剂减少过 您引起打酣 八点酣生愈大 问题愈严重 过于严重的情形可能要开刀解决 流鼻血 一点在止流之前应先将血快醒出 以免因伤口无法避壳而无法止血 二点以去冲血剂或鼻腔喷叶将棉花沾滋 塞入鼻孔可帮助止血 白醋也行 三点用手指捏住部分的鼻肉 持续压紧5-7分钟 可帮助止血 四点坐直 以免血液流到喉咙 五点冰敷壳 促使血管收缩 减少流血 六点血液凝结后 将形成血块叠加 此时最好不要挖鼻孔 以免剥落叠加 造成鼻血复发 七点涂抹抹抗生素 或类固醇软膏 可止痒也可防止粘液前硬 八点补充铁质 帮助体内造血 九点阿斯体零可能干扰血液凝结 如果你很容易流鼻血 最好少用阿斯体零 十点此外 医生见少用醋 含水洋酸的食物 包括咖啡茶 杏仁果苹果 杏果蓝莓 黑莓 小红莓薄荷 樱桃 葡桃 葡桃 前桃梅 番茄及黄瓜 十一点控制血压 选择低支低 胆固醇的食物 十二点增加空气湿度 十三点补充为擦命 非十四点肾犬 口服避孕药 最好和医师讨论 十五点戒烟 以免使鼻腔黏膜前道 引发流鼻血 鼻痘炎 一点吸入热蒸气 有助鼻痘通畅 二点喝杯热饮 可提供部分输解 三点使用支气机 可预防鼻腔及鼻痘前道 四点多补充水分 每天喝大量的饮料可以吸制粘液 保持流畅性 五点一次性一边 可防止内耳形成压力 使细菌跑到更深的地方 六点使用去充血剂 帮助收缩血管 使空气流通顺放 并减轻鼻腔内的肿胀感 七点五持续使用鼻腔喷液 否则会使症状延续或甚至更高 八点运动有助肾上限制出 能收缩血管 帮助消除鼻痘的肿脏 九点一指腹擦膜疼痛的鼻痘 可促进新鲜 血液流至此处 缓和不适 十点用热毛巾覆盖眼睛及颧骨 可消除鼻痘痛 十一点吃蒜头 三菜根可使粘液较不粘稠胶灼 使粘液较易流动 喉咙痛 一点服用口寒定 特别是寒风的口寒定可杀死表层的病菌 有助于控制入侵 疼也有轻微麻醉作用 可麻痹神经末梢 减低痛痒感 寒风的喷液也有同样效果 二点服用心口寒定 可有效舒解喉咙疼疼痛 但不可连续 使用高剂量的 新达七天以上 以免干扰体内 其他矿物质 三点洗盐水 或其他溶液来治疗 如羊肝菊茶 柠檬汁微致剂 若声音有嘶哑或咳嗽 则疼痛的部位较深 这十数盐水 较无济于是 四点增加室内的湿度 才不会因嘴巴呼吸而吸入前造空气 造成疼痛 五点解决鼻色的问题 可减低喉咙痛的问题 六点服用止痛药 以减轻痛苦 七点多喝白开水 八点以羊肝菊泡入废水 再用热毛巾浸透拧前 直接服再换步 再毛巾冷却 再重复前数动作 可输解不适 九点服用蒜油胶囊 可有效杀菌 为出现反效果 时应立即停止使用 十点服用维他命 非有助强化组织 可帮助对抗喉痛的病菌 十一点更换牙刷 以免就牙刷上的细菌侵入 若生病了 复原时应该再换一次牙刷 以免被感染 十二点睡前 一至两小时内 不要吃东西 睡觉时将头部垫高 可防止胃酸逆流 伤害喉咙 喉颜 喉颜 一点不要说话 让喉咙休息 即使是轻生 低语也最好避免 二点物服用阿斯匹林 以免延缓血液凝结的时间 三点使用能提供湿冷水 气得湿气肌 有助生带表面的黏膜保持潮湿 四点使用热蒸气 也可使黏膜灰壁湿度 五点多喝开水 最好室温开水 但要避免冷饮 六点用鼻子呼吸 可保持喉咙湿润 尽量不要用嘴巴呼吸 七点建烟 八点慎选喉糖 最好选用蜂蜜或水果口味的喉糖 不要含薄荷的喉糖 九点注意飞机 舱内的空气 若太过前倒可含糖果 以增加破液分泌 十点检查服用的药物中是否会造成喉咙前倒 例如降血压剂 甲状腺药物 十一点用麦克风说话 可帮助扩音 十二点练习发声 可减少音说话 而造成的肌肉彼此压迫 鸡头 金庫 心号 点七点口腔牙齿疾病 口臭 一点用餐食避免葱蒜等辛辣食物 因其容易再用餐后迟迟不散 二点避免辛辣的熏肉制品 以免因灰发性精油而使气味残留口腔内 三点某些克输的起司及前烙等乳制品容易残留在口鼻中 四点避免某些鱼类 例如比萨的鱼三明治的鱼 都可能造成口腔气味 五点以开水代替酒精饮料 咖啡啤酒葡萄酒威士忌等都要尽量避免 六点随身携带牙刷 可使某些气味暂时或完全的消失 若无法刷牙 可以漱口取代 七点每天正常吃三餐 不吃东西或进食可能引起口臭 八点如无法暂离座位 可多饮用餐桌上的开水 有助减轻气味残留在口中的困扰 九点用含薄荷味的漱口水应急 因漱口水只有短暂的功效 十点嚼薄荷或口香糖 可暂时遮盖口气 十一点把香菜圆碎放入口中解决 可净化口气 十二点适适烹调用的香料 也可净化口气 十三点刷牙别忘了刷蛇 以免残留细菌在口中作怪 十四点向手心、啪气或闻闻牙线的残垢 如果味道不佳 表示口气不清新 十五点经常性、无音的口臭应该就诊 癌症肺结合、梅毒需或缺乏 心等病可能引起口臭 唇泡疹 一点保持患不前霜 二点换牙刷 以免牙刷上的病毒残留 造成多重泡疹 三点无加刷的余孕 四点使用小条牙膏 以免牙膏的开口有细菌残留 五点在伤口涂上繁世林 但切记用手直接涂抹 应以棉花磅干入繁世林 六点使用清水溶液 可加速复原 七点不充离胺酸 唯须移 八点 解释生活习惯 生活做吸引力求正常 九点 冰敷 可减轻发炎 十点 以寒分的成药书解换部 十一点防日晒风吹 保护嘴唇避免受伤害 十二点避免寒 丰富精胺酸的食物 如力克力可饿 豌豆类麦片 花生明胶腰果啤酒等 十三点紧张 情绪及高度压力可能引起单纯抛诊复发 应学习一个彼此照应关怀的人际关系 并控制自己的情绪 以健康积极的态度面对 比较能克服症状 十四点放松心情 十五点运动可强化免疫系统 十六点不必因为唇泡疹而觉得沮丧 这和防青春痘一样 美食磨大不了的 磨牙 一点白天时让嘴巴保持在健康的休息状态 即让牙齿维持松弛 最好是嘴唇相合 牙齿相离 二点咬苹果或生萝卜等东西使上下饿疲劳 可镇定嘴巴 三点热敷上下饿 可松弛咬合肌肉 也可减少头痛的机会 四点可到体育 用品店买护纸套 有助于防止夜间磨牙 五点磨牙与压力最有关系 因此放松心情是最好的办法 六点减少咖啡因 与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 七点洗温水澡 八点宽带自己 九点学习放松的方法 例如冥想或渐进式放松 牙痛 一点用力漱口 也许可以将引起压痛的菜蟹字牙缝中清除 使牙痛痊愈 二点麻醉止痛 含一口微视即是好方法 三点树盐水 可减低痛楚 四点按摩手掌虎口的地方 或以冰块搓磨此处 五点雾使用受伤的牙齿 六点冰敷牙痛 部位的脸颊 可疏解疼痛 七点雾脏醉 避免冷空气接触牙齿 八点每四至六小时 服用阿斯体鳞移定 九点避免热疗 以免使感染扩散 使您发炎 一点使用牙线 正确的刷牙 做好口腔保健 二点刷牙银边缘 将牙刷倾斜45度角 由内向外克 使牙面及牙银都能被刷到 三点使用两支牙刷 让牙刷可以风险 四点电动牙刷可以帮助去除大部分牙构 五点防止牙骨疏松 多补充盖质 六点按摩牙银 以拇指及指指夹住牙银磨擦 以促进牙银内的血液循环 七点补充维他命 非可控制牙银出血 八点认清术口水的标签说明 最好含有绿化物或绣化物的产品 九点过于紧张的生活会造成牙银负担 十点戒烟戒酒 十一点刷舌口 以去除细菌毒素 十二点树双羊水 以一一的比例和水混合漱口 淡雾吞食 一周三四 十三点每天吃一种生菜 特别适应且多纤维的蔬菜 十四点以些许水调和汗酸氢纳 将其涂在牙银边缘 不但可使牙齿光亮 也可中和细菌的酸性废物 同时除臭 十五点以炉会刷牙银 可减少口内的牙垢 此时和此够 一点正确的刷牙 以四十五度角 将牙刷置于牙齿与牙银的交界处 轻轻的以圆形的方式移动牙刷 一次刷一致二颗牙 才是正确刷牙法 二点不要忽略就此部位 三点刷牙两分钟 不是三十秒匆匆的结束 四点选用适当的牙刷 小型的牙刷比较好 软德尼龙材质叫不会刮损发狼质 五点以握笔方式握牙刷较正确 六点只用牙线 可刮除齿构 七点使用含有浮化物的牙膏 八点降泛酸、氢纳与盐混合 当作牙膏使用 九点用清水刷牙也可去除牙构 十点饭后刷牙或漱口 帮助去除牙构 十一点以一 一的比例将双氧水与水混合 便是漱口水 十二点使用冲牙器 十三点饭后解决口香糖 无糖的口香糖较好 十四点适是电动牙刷 可帮助行动不便者清洁牙齿 牙齿的班子 一点饭后刷牙 二点用碳酸清纳刷牙 三点漱口 四点使用电动牙刷 五点使用漱口水 六点物质用牙齿节白剂 因其不仅去除此字 也摸损发浪质 七点刷牙不宜用力过猛 假牙的问题 第一点 一点对着镜子 微笑皱眉喜怒哀乐等表情 可帮助你较有自信 二点练习说话 做咬字练习 以便带上假牙壳 清楚的发音 三点制作录影 带给牙医看 让医生了解 你饿肌或嘴唇移动的问题 四点小心使用牙签 五点朗读壳 检查自己带上 假牙后是否发音正确 六点使用假牙粘着剂 七点在钢装上 假牙实施软性食品 八点饭后将假牙拆下 用肥皂及清水清洗 九点养成刷牙习惯 十点是用口含定 可帮助你经常吞咽 去除阴出带假牙而产生的过多破液 十一点按摩牙瘾 可促进血液循环 帮助较常吞咽 十二点以盐水漱口 清洁牙齿 十三点偶尔剥下假牙 让牙银休息一会儿 清心头 清脆 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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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靠 點八點頭髮與皮膚疾病 頭皮屑 一點經常洗頭髮可控制頭皮屑 預常洗頭髮與容易控制頭皮屑 二點只用溫和無藥性的洗髮精 三點只用抗頭皮屑配方的洗髮精 四點只用膠油配方的洗髮精 再起泡後5至10分鐘再沖洗掉 五點與一般洗髮精輪流使用 六點洗頭髮最好洗兩回 七點在洗髮精起泡沫後戴上浴帽 可增進要用洗髮精的效果 八點最好每隔數月換一次洗髮精品牌 九點按摩頭皮 幫助鬆弦 鬆弛頭皮與頭皮屑 十點避免以啤酒當作潤髮液及髮膠 以免引發頭皮屑 十一點使用潤髮乳 以防止頭皮屑 以防止頭髮因抗頭皮屑洗髮精而傷害髮質 十二點偶然使用橄欖油 可幫助鬆弛極軟化頭皮屑 十三點曬太陽 陰陽光中的紫外線對脫皮現象有消炎的作用 因此頭皮屑在夏天較不嚴重 十四點平心靜氣 避免情緒誘發或惡化頭皮屑問題 頭髮前色 一點霧洗頭過渡 二點使用潤髮乳 三點以美乃滋充當潤髮乳 等待一段時間再以水沖掉 四點經常修剪髮尾 有助控制髮尾開插 五點物以高溫設計髮型 六點避免風吹日曬 七點游泳硬帶泳帽 八點噴些啤酒可當定型液 而且可賦予頭髮清新健康亮麗 別擔心滿身酒味 酒味很快就會揮發 九點到每發願互發 油性頭髮 一點經常洗頭髮 二點洗頭時按摩頭皮 但兩次洗髮之間則應避免 三點洗頭要洗兩次 四點物用潤髮乳 五點使用收劑 六點梳頭時物過分用力 以免將油脂由發根帶到發燒 七點避免額頭上方的發絲齊橫 打搏或打疼刺可以看起來叫蓬鬆 八點放鬆心情 九點某些避孕要會影響女性的可耳蒙平衡 改變油脂分泌 應該選用時刻與醫生討論 十點改以啤酒做發焦 十一點用檸檬水潤發 可有效去除油脂 十二點用蘋果醋潤發 可滋養頭皮及去除洗髮 經得潭流污 皱紋 一點避免曬太陽 否則一使皮膚脫水萎縮 二點收臉部表情 若過度即眉弄眼 容易形成皺紋 三點避免讓臉部直接曝曬在陽光下 四點注意睡姿 避免臉與枕頭接觸 才不易引起皺紋 五點減肥 五點減肥要趁年輕 否則年紀大了皮膚松弛 一旦瘦下來會形成較多的皺紋 六點培養運動習慣 可使肌膚緊實 七點飲食均衡 維他命激礦物質是維持肌膚年輕的重要物質 特別是維他命 B群維他命 A及維他命 C 如牛肉肌肉 蛋全麥牛奶 及新鮮蔬果等食物 八點五抽菸 抽菸 一旦會導致口腔周圍的皮膚提早老化 也因皮下微血管的血液供應較少 而加速皺紋的產生 九點少喝酒 以免因酒精 使臉部發肿撐開 待收縮時皺紋便因此而生 十點使用潤膚乳液 但應先清洗皮膚 十一點物任意嘗試坊間不實的廣告商品 十二點物清洗過度 以免皮膚太過前道 產生皺紋 十三點使用濕氣機 可提高濕度 防止皮膚乾燥 十四點向專業化濕咨詢 十五點以不含油脂的化產品修飾皺紋 但不要期待其機 十六點放鬆心情 笑口常開的 仍可轉移別人 對皺紋的注意力 粉絲 一點改用適當的化品 油脂過多的化品 會造成皮膚的負擔 二點細毒產品標籤 羊毛脂一頂肌肉 都扣油月位 硫酸那硬地面 和油脂一樣 都會造成皮膚負擔 三點徹底卸妝 四點化品能少用就少用 五點某種避孕藥 可能加重粉絲的問題 六點千萬不要擠壓 除非面炮中央出現黃點 急面炮已化濃 時可輕輕擠壓 使濃排出 有力面炮復原 七點消除黑頭粉絲 八點避免日曬 九點把皮膚搓洗前進 十點疑似 只用一種藥物 十一點惡脂粉絲的蔓延 硬將藥物塗在粉絲的四周 而非患部所在 十二點長期使用過多寒點的食物 將誘發粉絲 例如海產食物海帶等 水泡 一點將大水泡或容易破裂水泡刺破 以力其中的液體排出 二點用斜紋棉布做成甜甜圈狀 套住水泡 可承受每日活動的震動及摩擦 三點要刺破水泡前 記得消毒搓針 四點刺破水泡 後物將皮掀掉 因為這塊皮可保護傷口 五點三可疑 抗生素可除去水泡的細菌感染 六點用減便方式覆蓋 如 OK 崩 七點透氣對傷口有意 八點紗布一旦吃了 就應該替換 九點提高鞋墊可減少摩擦 十點穿襪子可減少水泡產生的狀況 十一點每日發爽身粉 十二點圖翻至零可減少摩擦 十三點穿新鞋配新襪 可承受摩擦力以保護腳 十四點使用一般順著腳型剪裁的襪子 才能預防水痘 曬傷 一點止用止痛藥 如阿夫體鱗可 舒解輕度至中 助曬傷的紅腫癢痛 二點預防曬傷可 在皮膚泛紅前 服用阿夫體鱗 三點支膚 以冷水脫脂、牛奶醋酸鋁、燕麥片晶 用鋁媚、溶液來支敷皮膚 可防止過癢或皮膚前造 四點泡冷水澡 以醋炭酸氢鈉等浸泡 再以前徑的毛巾輕拍皮膚 擦前換部 移敏刺激皮膚 五點使用溫殼的香皂 並徹底的沖洗前徑 六點在洗澡之後塗上滋潤皮膚的乳液 七點使用新鮮如蕙 直接塗在患部 可幫助傷口復原 但應先測試是否有過敏反應 八點用布包住冰塊 敷在受傷的皮膚上 可舒緩疼痛 可舒緩疼痛 但不能將冰塊直接接觸皮膚 九點多喝水 十點飲食均衡 且硬清淡 十一點若腿被曬傷 斜腳呈現浮重 斜腳呈現浮重 最好將腿抬到 高於心臟的位置 可點低不適 十二點睡眠充足 可在床上撒上爽身粉 以減少於床與皮膚的摩擦 十三點若有水耗 則為嚴重曬傷 若範圍不大 可將其刺破 但無將表皮剝除 十四點曬傷的皮膚要三至六個月後才能回避正常 因此不要在短期內再曝曬在陽光下 十五點出門前要擦防曬油 即使陰天亦然 游泳或大量流汗後要記得補擦 十六點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得陽光威力最強 十七點若想曬黑皮膚 最好群序漸進 慢慢延長曝曬的時間 磨傷 一點使用爽身粉 防止磨擦 二點盡量穿著使用天然纖維為原料製作的衣服 三點在一磨傷的地方塗抹凡士林 四點新衣服在穿前先洗過 這樣有助於軟化衣物 五點不穿製料粗的衣物 六點如以磨傷 則可使用繃帶、覆蓋在以磨傷處 如此可防止傷害加劇 割傷及趴傷 一點以直接支壓的方式止血 在傷口處放一塊清潔能吸水的布 一手壓緊 通常會在一兩分鐘內止血 二點若血流不止 請將受傷的地方高舉超過心臟 一點低傷口的血壓 可餓阻流血 三點清潔傷口 可以清水輕輕洗淨 一天兩次 四點用殘性繃帶綁住傷口 但物阻礙血液循環 五點傷口若血流不止 應先壓住傷口 離心臟最近的加壓止血點 待一分鐘後若未止血在於已緊壓 六點物使用止血帶 以免因血液循環被阻斷 而失去受傷的手或腳 七點保濕傷口 以免傷口因暴露在空氣中 而減緩新細胞生臟 八點二次小時內注射或傷風預防針 燒傷 一點熄火 然後用大量的冷水沖傷布 若是被熱油熱湯或電磁酸劍到 應先將乾到的衣物脫下 然後洗去皮膚上的油脂 再將傷布進入冷布中 但若衣服與傷口黏在一起 則不宜自行皆開黏 住的衣物 二點物以奶油塗抹傷布 因其會防愛燙傷布粉散熱 同時也可能引發感染 三點蓋住傷布 以免感染 四點受傷 二十四小時內 別理會燒傷布位 二十四小時後 用肥皂集清水 輕輕清洗燒傷布位 然後以前鏡紗布蓋住 並保持前霜 五點使用維他 命意塗在傷處 可舒解不適 並預防疤痕 六點保留水泡 完整可維護 傷處不被感染 凍窗 一點躲開寒風 二點物使用前造的輻射熱氣 三點保持暖溫 四點保持前造 五點物喝酒 否則熱氣會散得更快 六點物抽煙 抽煙會降低體內的血液環境 十四肢更容易受到傷害 七點物穿緊身衣 也不要戴任何戒子手勢 八點避免接觸金屬 嘴唇前列 一點使用護唇膏 二點擦口紅 三點攝取維他命幣群 四點補充水分 五點保險給唇 六點避免牙膏 加味劑糖果 口香糖樹口水等物過敏 以碳酸清納刷牙較好 七點若手邊無護唇膏 可以用手指沾點鼻子兩側的油脂 可謂最好的天然療法 前列的手 一點避免接觸水 二點洗手時洗手清就好 三點使用無油脂的乳液洗手 塗在手上 搓成泡沫 然後用面紙擦拭 四點以沐浴油洗手 五點使用護膚劑 五點使用護膚劑 六點用毛巾擦手 七點浸泡霜霜 八點使用便宜的飛乳霜 九點塗兩層保護霜 十點使用檸檬油與甘油 然後按摩霜霜 十一點戴手套 十二點上美容院洗頭髮 十三點用燕麥片脫皮 每周一次 將生的燕麥片 攪成細粉末 再將手伸入摩擦 在此皮脫落 再以冷水清淨拍前 塗上兩層護手霜 十四點如果可能 盡量少接觸廚房的事物 油性皮膚 一點使用護膚面膜 二點用熱水集結膚造洗臉 三點使用收水 四點慎選化品 皮膚前色及冬季皮膚癢 一點將皮膚進入溫水中 二點潤滑皮膚 以避免皮膚的水分蒸散掉 三點襯皮膚表面有水分 十塌式乳液 四點最佳的乳液就是三氏磷 五點使用超支支香皂 六點霧太腸使用香皂 七點使用支氣肌 八點降低體溫 皮膚炎及支枕 一點提防前道的空氣 二點用溫水泡皂 三點使用潤膚產品 四點避免使用止汗劑 五點穿綿制衣服 六點避免使用甲指甲 七點冰敷 八點調配適當的飲食 九點避免快速的溫度變化 十點使用純白的衛生紙 十一點使用不含香料的乳霜或軟膏 十二點使用尿素產品 十三點洗一次 沖兩次 十四點當心發生白內障的可能 尿部枕 一點讓屁屁透氣 二點使用超強、犀利的尿部 三點保持嬰兒、屁股的前霜 四點用醋沖洗尿部 五點喝小紅梅汁 前麻症 一點冷敷 二點塗抹 二點塗抹鹼性 物質如氧化鎂乳液 可有些血效果 三點用藥用植物 四點最好事先預防 避免接觸可能 引起前麻疹的藥品植物植物 或昆蟲咬傷的可能 再撞泡疹 一點使用止痛藥 二點服用維他命 非疾病群 三點冷敷患部 四點避免高溫 五點泡太白粉皂 但只有暫時止痛的功效 六點使用雙氧水擦拭在患處 七點使用抗生素軟膏 油 一點使用維他命 A 直接塗在油上 效果良好 二點降維他命 非搗碎 摻水半成糊狀 直接塗在油上 對某些人有幫助 三點貼 OK 崩 四點保持前道 五點使用百分之六十水洋酸的軟膏 使用前先將換部禁在溫水十分鐘 以促進藥物滲透 六點記得穿鞋子以免腳上的裂痕或傷口被病毒入侵 七點經常更換鞋子 八點避免接觸傷口 九點寶貝指甲周邊 十點放鬆心情 接 一點以熱膚將濃逼出 二點延長溫膚時間 三點以消毒針將接刺破 再將濃擠出 四點物質感染擴散 雞眼與厚檢 一點不可用尖銳的工具將雞眼與厚檢去除 二點謹慎指使用膏咬布 最好是完全避免 三點浸泡鹽水或羊肝菊茶 四點磨除厚檢 五點以軟墊隔開膠質 以免因磨擦而造成的肌炎 六點指用點制封袋 七點覆蓋換部 八點請鞋降伸展踢鞋 使鞋子有彈性 減少肌炎的疼痛 九點避免高跟鞋 十點穿尺碼相伏的鞋子 十一點湯尿病 患物自行處理後減破肌炎的問題 八痕的問題 一點保護皮膚避免受傷是手藥工作 二點幫助傷口快速復原 三點霧撥除窗夾 四點飲食均衡 五點霧用力搓洗傷痕 六點用防曬油遮蓋疤痕 脂肪堆積 一點減輕體重 二點營養均衡 三點充分休息 四點防止便秘 五點保持皮膚的排泄系統通胖 六點多喝水 七點避免鹽分 八點戒除喝咖啡或抽菸的習慣 九點斷變肌肉 十點按摩脂肪堆積部位 十一點坐深呼吸 十二點保持平靜 相鋼腳 一點愛護足部 給予充分的休息 二點舒解濃瘡 一冷膚控制 發炎減輕痛癢 及潛造濃瘡 三點浸泡眼水溶液 四點再患不塗藥 五點治療指尖部位 六點去除死皮 七點二至三天清除疑似支架構 八點使用抗 黴菌乳霜或乳液可抵抗腹發 九點選擇適當的鞋子 十點經常換鞋 十一點保持鞋子的前霜 十二點經常換襪子 十三點在腳趾間扎些爽身份 十四點在鞋內扎些爽租墳 十五點霧視角走在公共場所 腳臭 一點經常洗腳 二點在腳上使用爽身粉 三點使用止焊劑 四點經常更換襪子 五點穿通風的鞋子 六點睡前以酒精擦拭腳步 再撒些除臭粉 然後用塑膠帶泡腳 以誘發流汗 四日清洗腳步 再魚以擦前 連續如此一周 接著再每周一至兩次 七點經常泡腳 八點以茶包煮水 再用腳進入二十至三十分鐘 擦前後撒爽身粉 可防止腳臭復發 九點也可以粗鹽溶於水泡水 十點醋酸鋁重碳酸鈉急醋溶於水泡腳 都有除臭的作用 十一點冷熱交替的泡腳 有助減少流汗 防止腳臭 十二點保持平靜 十三點注意飲食 十四點霧過度勞動足部 昆蟲及動物咬傷 一點瘟營咬傷 請先以肥皂及清水沖洗咬痕 然後圖一些殺菌劑 二點為了控制發炎 可將患部弄之後擦些阿斯皮靈在傷口上 但對阿斯皮靈過明者物質 三點舒解癢痛 可口抗阻止胺或冰敷 也可將碳酸、氢鈉或鹽溶於水中 取不禁之後敷於患處 四點預防蚊蟲 咬傷可用疾 吸著綠漂白水泡澡 驅蟲效果可達數小時 但避免溶液接觸眼睛 五點某些沐浴油及防曬油具有驅蟲效果 六點每天服用心至少六十毫克 可當作天然驅蟲劑 但應由醫師許可 七點若被貓或狗咬傷 特別是被貓咬到 可能傳播病菌感染 應以肥皂及清水 徹底清洗傷口 除去破液及其他污染物 並予以止血 讓傷口的位置高於心臟 再用無菌繃帶或清潔的布條 將傷口綁住 八點動物咬傷 可以阿斯體零止痛 若有發腫清性硬 提高患部並且加以冰敷 九點最好到醫院注射或傷風預防針 十點蜘蛛咬傷 應先徹底清洗傷口 然後用殺菌液消毒 十一點以冰敷方式降低毒素 被吸收的速度 十二點用水潤濕傷口 再擦一定阿斯體零以中核不毒素 十三點若被黑、寡妇或隱君子等 毒性極強的蜘蛛咬到 應致醫院救診 昆蟲熬傷 一點辨認識的來源 大多數的蜜蜂只能是人疑似 但黃蜂、狐蜂等蜜蜂可以一代的釋人 某些蜜蜂還會吸引一大群同伴來襲 因此千萬要小心 二點被蜜蜂 釋到應盡快剃除釋針 但注意物擠壓釋針或毒囊 以免釋出更多的毒液 三點以肥皂或殺菌劑清洗傷口 四點冷敷傷口不但可疏解疼痛 還能止痛 五點熱療也能止痛 可拿個吹風機對準傷口吹風 六點弄濕傷口後 用阿斯體零定搓磨 可中和毒液中的某些發炎物質 七點降阿摩尼亞 即氨水塗在傷口上 可迅速止痛 八點可將碳酸、氢鈉混水製成 糊狀敷在傷口 九點降活性 碳粉加水掉成糊狀 塗在傷口可迅速吸收傷口的毒素 打消腫痛的功效 但要保持活性碳粉的濕度才能發揮功效 十點要預防 是傷硬穿淡色服裝 勿擦香水 也可增加新的攝取糧 十一點被一群蜜蜂追趕時 可好進室內或跳入水中 進入樹林也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蜜蜂在樹叢中不易追趕獵物 十二點使用松結油也可防蜂 十三點若被水母咬傷 應立即用鹽水沖洗傷口 不可用淡水 同時也不可搓磨皮膚 十四點被水母咬傷後 以酒精潑灑在傷口 若無意用者消毒酒精 含酒精飲料也可代替 十五點被水母咬傷時 它是吐或鞍水油緩殼的效果 十六點被水母咬傷後 若有處需要剝除 應避免以手直接接觸 可以毛巾裹手抹掉 或以刮糊膏輕輕地刮除 若仍無法去除 可將沙子於海水塗在傷口 然後以刀片、信用卡等銳利的東西 將處需刮除 十七點要避免水母咬傷 穿褲襪游泳制 一個好方法 肉刺 一點手指藏了肉刺 最好將它剪斷 二點霧咬肉刺 以免在指甲周圍留下身痕而引起感染 三點浸泡水和油混合而成的溶液 四點塗抹潤膚乳液 五點霧抠刺肉 六點養成护膚的習慣 七點愛護腳痴疼 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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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口 心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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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九点肌肉及骨骼疾病 肌肉痛 一点休息受伤的肌肉 要休息多久趋势受伤程度决定 二点肌肉一旦受伤 要预防发重 以立即冰敷患处 每次二十分钟 不宜过久 三点使用绷带包裹受伤的小腿或扭伤的脚踝 可阻止发重 但不宜过紧 四点抬高受伤的足部或小腿 超过心脏位置 以防血液流向伤处 引起肿大 五点热肤可治疗急性疼痛或扭伤 但最好在冰敷相当时间之后才转为热肤 且不宜过久 六点服用肺肋骨纯的消炎片可有助于疼痛 七点伸展肌肉有松弛的效果 也能预防肌肉因复原过程缩短而紧缩 造成以后的肌肉疼痛 八点按摩肌肉可缓和疼痛 但只需轻轻的搓揉 九点添加衣物保暖 可以支持肌肉 十点变换位置是减少肌肉疼痛的方法 特别是需要长期坐在办公桌前 处理文书工作或使用电脑的人 除了要保持舒适的位置 起来动一动 适时的变换 姿势都是有必要的 十一点站起来 可以帮助消除腿部或足部的痙攣 十二点肌肉的 次日可以较慢的 速度及较轻的 力气进行使肌肉受伤的活动 有助于排除疼痛 十三点以其他运动来缓和肌肉疼痛 例如因走路而使小腿酸痛 可以改骑脚踏车 让小腿休息 十四点弱肌肉疼痛已成了慢性问题 则减轻体重可以降低身体负担 十五点弱某一种运动经常使肌肉受伤 则有必要换其他的运动 十六点在激烈运动之后 不宜突然停止 最好能缓和一下 慢慢的停下来 十七点穿着 适合的鞋子是 避免肌肉疼痛的必要方法 十八点经常活动自知 强化肌肉的柔软度 十九点多补充水分 特别是在运动前 后及运动期间 二十点若半夜抽筋时 可站在墙边以手底墙 脚跟切地 保持十秒 反复数次 二十一点从脚踝向上按摩小腿 可缓解抽筋 若经常苦于抽筋 可在每日睡前先行按摩小腿 二十二点穿 宽松睡衣及减轻 棉被重量都可减轻抽筋的发生 二十三点不充盖制可减少抽筋的发生 但应向医师咨询 二十四点测睡 膝盖微弯 并在两膝之间加个枕头 可避免小腿抽筋 肌肩炎 一点让肌肉休息 但避免休息过久 以免肌肉萎缩 二点弱肌肌炎的发生是运动引起的 更换运动项目是个可考量的方法 三点洗按摩 预可帮助提高体温并促进血液循环 四点弱肌肌炎发生在膝盖部位 可以温湿的毛筋热肤 五点平时机运动前应多多伸展肌肉 六点带护腕或护膝 可强化肌肉与肌腱 七点使用冰块消肿止痛 但心脏病糖尿病或血管有问题的 人不宜使用 八点抬高患不可控制发重 九点服用不寒 肋固醇的止痛 要可消炎及消肿 十点断练肌肉可强化肌肉 十一点休息片刻 是舒解肌肉紧 绷得最好方法 指甲内生 一点以温水泡脚软化指甲 仔细擦前后 再带指甲凹处 边缘栽露一小撮 消毒过的棉花 将指甲稍微顶出钩槽 使指甲能掠过 表皮组织生长 棉花应每日更换 以防细菌感染 二点让指甲透气 三点最好穿 宽头鞋或凉鞋 四点细心的修指甲 应剪成平直形状 以免指甲边缘 弯入皮肤生长 五点制装的修护指甲 若剪得太短 应以错刀将边缘磨平 六点指甲不要 短于脚趾边缘 以避免脚趾瘦 压迫及摩擦 静不痛 一点冰敷可消肿 二点冰敷消炎之后 以热敷可缓壳痛处 三点服用止痛药 四点坐有靠背的椅子 五点坐着时在背部凹陷处置放一条毛巾 可帮助脊椎直立 并提供额外的支柱 六点适时休息 起身走一走是不错的方式 七点避免经常低头 以免脖子背面的肌肉紧绷 八点视线硬 与樱幕保持水形 九点减少电话聊天 十点搬运重物在弯膝蹲下时 硬保持脊椎直立 将重物贴近身体 同时双脚与肩膀同宽 十一点睡硬床垫可能较好 有些患者在舍弃 不用诊头后 得到颇大的改善 十二点不要趴睡 趴睡不但伤背 也伤脖子 十三点在吃 冷得天气带围巾 以免加重脖子的僵硬肌酸痛 十四点紧张与压力可能 是进步肌肉僵硬的原因 试着放轻松 背痛 一点背痛的前 二天硬保持最低的活动量 躺在床上休息 是有必要的 二点卧床休息应该适度 最好在二三天后 就会避正常生活 三点冰敷或以冰块按摩可止痛 有助于消除背肌的肿大及紧绷 四点冰敷一两天后 可改用热疗法 五点冰敷与热敷交换运用 反复数次可疏解疼痛 六点伸展背肌 帮助消除痙攣 方法是躺在床上 轻轻的提起双膝 向胸前弯曲 一旦膝盖抵达胸前 稍微再对膝盖施压 放松后再重复 七点下床适应 小心缓慢的滚动到床边 双脚掀着的 再将身体直直撑起 八点长期背痛 则可再弹簧 床下色血就杂物 防止睡觉时 因床中央凹陷 直腰及背部下陷 九点使用可以 调整又不会摇晃不定的 水床可帮助预防背痛 因水床对身体个 部位所施的压力均等 因此即使整夜以 同一姿势躺着 也没有关系 十点睡眠时电 高进步及西步 尽量踩平躺姿势 在头与镜间 以及膝下都放一个枕头 可松弛后腱 进而缓解背的压力 十一点摩放 婴儿的睡姿 在两膝间色个枕头 防止腿向前滑动 拉扯致臀部 进而波及背部 十二点背痛时 每天服用一定阿斯体灵 可去除发炎症状 十三点以想象转移背痛 十四点倒立身体 反转身体的重心 可能帮助消除背痛 十五点面太极拳 可以帮助松弛肌肉 有利于协调体内各部 十六点以压的 起身弯膝仰卧 抬头路上游泳 姿势踩固定式 脚踏车等运动减轻痛楚 十七点运动 只要适可而止 避免逞强 十八点选择舒适的车座 也是避免背痛的方法 手腕痛症后群 一点手部若有四痛感 应做些温和的手部运动 如旋转手腕 二点将手抬过头部 一边旋转手臂 一边旋转手腕 可帮助肩膀 颈部及上背部调整位置 并输解压力及张力 三点做头颈运动 如旋转头部 看左看右等简单的动作 四点使用阿斯 体灵可帮助消炎止痛 五点让手肘高于肩膀 以桌面支撑手肘 或将手铐在椅爬上 是让手获得休息的好方法 六点将手连续握放 并伸直手指在弯曲 反复练习 有助输解疼痛 七点睡眠时 避免手臂下垂点 八点只用护腕加半 让手腕保持伸直 可减轻手腕痛楚 最好选购有年 扣带和金属 色片的护腕 可提供支持 作用又不止手将直 记得要露出手指 九点用绷带 包裹手腕时 不要太紧 以免防止血液循环 十点使用工具时 不要将压力 集中于手腕肌部 尽量使用手肘及肩膀 十一点维他命 B6有助于输解手腕痛症口群的症状 但必须经过医生指示 十二点保持手腕伸直 可避免手痛 关节炎 一点减轻体重可减轻疼痛 二点精油适度的移动关节 也可以减少疼痛 练习瑜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三点减轻心力 负担可以减轻疼痛 四点预防早晨 起床时的观影 可使用肌肉软膏 五点泡水可帮助止痛 减少压迫感 而肌肉放松 时可刺激脑内 天然止痛 记得释放 六点水中运动 对消除疼痛很有帮助 七点使用冰块 冰敷关节可预防疼痛 八点油氧运动 可以改善身心状况 例如不行骑脚踏车游泳等 九点不吃不必要的药物 如安眠药镇静剂痛药 十点可按摩 带油肌腱于此 关节相连的肌肉上 十一点增加 维他命费的摄取量 十二点某些 食物可能引起关节疼痛 如马铃薯番茄 茄子烟草青椒及红椒等 十三点减少 摄取植物油 如沙拉酱油大 食物及人道奶油 十四点喝果菜 之有助于大幅降低风质性 关节炎患者的疼痛 骨质疏松症 一点以运动强健骨骼 可增加骨骼的矿物质含量 二点从饮食中摄取足够的钙质 三点熬骨后汤食加些醋 可帮助溶解骨口中的钙 四点服用钙质补充物 可将钙质补充物质一定于醋中 若裂成数块 则较易溶于味 若无 应更换其他品牌 五点摄取足够的维他命 第一帮助吸收钙质 六点节制使用酒精 七点点烟 八点限制咖啡因用量 九点不要吃太多的肉 以免蛋白质促使钙质排出 而导致钙质流失 十点减少烟量 以免欲多的钙质随着钠 在尿液中被排出 十一点注意 磷酸的摄取量 理想的摄取量钙质与磷酸硬质一 一 因钙质叫不易被吸收 所以硬增加钙质得吸收量 十二点有骨骼 疾病的家族 病例百种人 肤色白吸骨架 较小品脂肪 较少四十岁 以上已切除 卵巢未生过 小孩停经期 提早来对卤品过敏得人教 容易得到骨质疏松症 膝盖痛 一点减轻体重 二点用止痛 乳液搓揉膝盖 能产生热以疏解症状 三点做适量的运动锻炼膝盖 肌肉欲强壮 关节欲能承受压力 抬腿是不错的选择 四点游泳骑 脚踏车划船等 活动有益健康 且不会压迫膝盖 五点避免在坚硬的 地面上跑步 最好的是跑地 其次是百忧路 水泥的居后 六点在活动期间 若发生膝盖疼痛 应立即进行休息 以冰块冰敷 并抬高双脚 七点若有肿脏的情形 切记热敷 八点若鞋子失去弹性 应立即换新鞋 九点运动前后坐体操 脚痛 一点拍脚可帮助血液循环 二点泡温盐水 可以舒解疲劳 之后再以冷水洗净 拍前足部后以护肤乳按摩 三点用冷水与热水交替冲脚 每次一分钟 最后一次是冷水 四点用茶叶放入热中泡脚 再进行前竖着冷热交替法 五点以婴儿油按摩脚步 可帮助除脚痛 六点用毛巾包住冰块摩擦脚步及踝部数分钟 可减轻发炎状况 同时可予以温和的麻醉 然后再以酒精或醋视脚 可收冷却及前造失效 七点经常运动足部及腿肌 可消除脚痛 并促进血液循环 八点选用后使鞋防震的鞋子 保护脚免受突抛及硬摆油露的伤害 九点穿着高跟鞋不宜过久 同时不要穿着太高 十点若新鞋稍小 可再把内栽满沙子 栽入鞋内 再以织毛巾裹住鞋子 静置一天在自然风前 可让鞋子延伸 但若效果不佳 可重复此法 培养优良者姿势 一点充分伸展脊柱 二点刻扭脊柱 让左耳碰左肩 再换右边 三点旋转头部 四点向前弯腰 使头及手臂向地面甩 再养身向后 五点对着镜子调整姿势 当你的耳后肩膀臀部及膝盖的背面到脚踝成一直线 那姿势应该是标准了 六点放松肩膀 七点矫正脖背 八点垫高一支 脚可避免身体前倾 减少背部负担 九点保持膝盖成水平或稍高于臀 十点雾敲脚 跨脚使你姿势歪斜 十一点保持与桌面的距离 以免驼背 十二点保持良好的睡姿 最好是弯曲膝盖特睡 且使用叫扁平的枕头 记得使用叫兼顾的床垫 十三点走路 跑步游泳骑 脚踏车及悠扬 舞蹈都是很好的运动 可伸展肌肉 帮助姿势良好 十四点适时休息背部 可在一天工作后躺在地上 双脚致于癌 板凳上十五分钟 十五点站立 直应让双脚贴地 十六点在一天工作前后军英伸展背部 以底质弯腰驼背 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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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口 点其他影响全身的疾病 十点过敏 一点屋内及车内均使用空调设备 二点安装空气清净机 三点天购除湿机 四点用杀菌剂擦拭潮湿的地方 五点隔离宠物 特别是猫的毛屑 六点从事可能接触过影员的工作时 应戴面罩 七点在床垫及枕头上加装塑胶套 以避免吸入防腻在枕头或床的小虫 八点避免使用固定式地毯 改用小地毯教易清洗整理 九点使用人工合成的枕头 方便清洗 十点常用热水洗床单 可以有效防止湿子 疲劳 一点每天早晨多给自己15分钟 就不会匆忙地展开一天 二点吃三件事早餐 即包括碳水化合物 糖类 蛋白质及脂质 物已过甜的食物为早餐 可能造成精神紧张坐立难安 三点花时间计划当天目标 但应量力而为 四点若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请暂时远离 五点关掉电视 以阅读取代较好 六点运动可以给予能量 快步走路是不错的选择 但睡前二小时进行不宜运动 七点运动不宜过量 八点一次解决一件事情 九点服用综合微他命 十点调整生理时钟 使其符合正常作息 十一点戒烟 十二点尽量起身走动 十三点学习拒绝 特别是在繁忙时 应该挽拒其他的委托 十四点减肥 十五点避免睡得太多 十六点避免开夜车 不要牺牲睡眠时间 十七点若睡眠品质不佳 可在每日固定 时间小睡天刻 十八点深呼吸 十九点避免喝太多酒 二十点午餐硬清淡 二十一点也可将午餐当作一天的主餐 好好补免补免 好好补免一番后去散步二十分钟 记得要摄取叫毅燃烧的食物 如汤类 二十二点偶尔去度个甲巴 二十三点少发脾气 可节省力气 二十四点降 环境不适得生气盎然 绿色有助于长期维持注意力 并排除分心 二十五点听听音乐提神 二十六点设定目标 督促自己前进 二十七点冲凉 早可帮助挥避体力 二十八点补充 水分可防止虚拖 避免引起疲劳 二十九点 避免不必要的药物 三十点 改变某些习惯 如不同的饮食、内容或运动项目 三十一点不要 摄取太多含咖啡因的食物 三十二点乐观 积极自信都可 增进个人的体能状况 发烧 一点补充液体 如果菜汁要草茶花茶等 二点已知冷 毛巾敷身体 三点以海绵擦拭全身 四点泡温水稻 五点狠痛直应 服用止痛药 六点一身体 反应穿衣服 不宜过多 以力散热 但也不可太少 以免寒冷 七点调节室内温度 保持柔和光线 八点除了补充水分 想吃食膜就吃食膜 九点饮食后 三十分钟才测量体温 较为准确 十点降体温 即含于舌下的凹陷处 可量到体内的核心温度 十一点以嘴唇固定温度计 而非牙齿 十二点量体温 时应以鼻呼吸 而不是以口呼吸 十三点量体温 应含于舌下至少三分钟 十四点五岁的幼儿应以钢温代替口温 但钢温通常叫口温高一度 十五点弱温度计 不小心在嘴内或钢门内断裂 请取出后擦外伤药即可 除非未找到所有的玻璃碎片 十六点温度计 不宜用热水清洗 中暑 一点必开烈日 二点多喝水 三点喝西式的电解质饮料 四点避免乙盐 定计补充盐分 五点避免酒精 六点避免咖啡因 七点五抽烟 八点慢慢适应 气温的转变 九点从事户外 活动应放慢速度 十点过于炎热时 可以冷水冲淋 头部激进步 当水分蒸散 时可帮助散热 十一点中暑 可能在连续 几天内逐渐的虚拖 如有体重在数 天内直线下降的情况 应加以留意 十二点戴帽子壳 减缓投进吸热的速度 特别是突破或逐渐突破的人 十三点误打赤膊 以免吸收更多的辐射热 通风的汗衫反而有消暑的作用 十四点选择浅色的衣服 棉花及剧脂 合成的衣物最为透气 十五点一旦中暑 请为患者脱睡 将患者医到有冷气的地方 如果患者意识清楚 则给予补充水分 再以冷毛巾之复患者 宿醉 一点喝果之渴 加速酒精代谢 柳橙汁及番茄汁更宜 二点吃饼前级蜂蜜 可清除寒存的酒精 三点服用止痛药 如阿斯匹林 但不要服用太强的止痛药 以免上瘾 四点喝肉汤 可补充体内流失的烟机甲 五点补充水分 六点服用综合微擦命 第七点服用氨基酸胶囊 八点喝些咖啡 九点饮食均衡 十点等待一段 时间就可以回避正常 十一点预防 宿醉最好是 慢慢的喝酒 喝得愈慢脑子 吸收得酒精良愈少 饱腹食喝也可减少宿醉 十二点不同的酒有不同的症状 福克加等白酒较好 康涅克白蓝帝 威士忌红酒及各种香槟都不好 十三点避免有气泡的饮料 除了香槟以外 除了香槟以外 蓝母酒及可乐 汽水等都会加速酒精进入血液 十四点体重预烧者 能喝得酒就预烧 体臭 一点用香槟及清水洗净身体 二点常换洗衣服 三点选择天然 知品吸汗效果较好 四点只用杀菌香道 五点只汗即可掩盖 液下的汗臭 六点使用天然松香皂 七点注意饮食 少吃鱼类小 茴香蒜头咖喱粉等物 八点保持心情平静 性冲动或紧张 焦虑都会使排汗增多 本文三考疾病 自我治疗点 Exceles 继续 公众 三点 五点 五点 三点 三点 八点 三点 二点 三点 三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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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 我已经已经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比较早前 我们发现 然后 然后 发现 然后 我们发现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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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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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